据《净报》7月15日报道 关于梅根·马克尔的传记 《复仇·梅根·哈里和温莎家族之间的战争》即将出版 作家汤姆·鲍尔花了12个月的时间 收集关于梅根的信息 并与梅根的朋友和敌人交谈 尽管他和丈夫哈里王子都没有参与 该书中收录了不少未曾公事的英国皇家秘文 其中一则爆料 就是当王室助手们告诉女王 梅根将缺席费利普亲王的葬礼时 女王陛下的回应是谢天谢地 就费利普亲王葬礼举行的一个月前 女王的孙子哈里和孙媳妇梅根 接受了奥普拉·温福瑞的采访 梅根在采访中 对英国王室做出指控 他说 在我怀孕的那几个月里 成员们在担心和讨论 孩子出生时的皮肤可能会有多黑 他和哈里都拒绝说出 是哪个王室成员说的 那种谈话 我永远不会告诉别人的 哈里表示 当时很尴尬 我有点震惊 梅根还谈到了自己 加入王室后的孤独感 当我加入这个家庭时 我的护照 驾照 钥匙 所有这些都被上交了 梅根还说她的精神状况变得非常糟糕 以至于她不想再活下去了 该采访一播出 英国王室的口碑一落千丈 很快被质疑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汤姆在书中写道 费利普亲王葬礼当天的气氛十分阴沉 他补充说 哈里和他家人的关系是唯一不确定的 他要如何面对他的父亲和兄弟呢 复仇这本传记还收录了关于哈里夫妇 参加白金喜庆典的幕后故事 据悉哈里和梅根很不高兴被禁止出席 白金汉宫的阳台 在汤姆看来 梅根觉得有必要站在阳台上 站在聚光灯下 因为他们和Netflix有拍摄皇室纪录片的合同 汤姆通过一位皇室助手得知 哈里王子首先要求女王的顾问 安排他们出席阳台 而当此举无果时 他又询问是否可以在前往荷兰 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的途中 去温莎看望祖母 以便亲自说服女王 汤姆在书中写道 为了确保女王能同意 哈里王子放出一种信号 让大家以为这次会面 她将向王室伸出橄榄枝 以消除误会 最终由于女王很想见到她的孙子 本能地原谅了梅根 并且同意在4月14日见这对夫妇 而哈里的哥哥威廉王子 为了避免见面 在此期间和家人去了法国滑雪 只可惜哪怕哈里夫妇亲自出面 请示女王 她们想在女王登基70周年庆典期间 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的请求 还是遭到了拒绝 这位擅长撰写英国王室成员的作家 并不简单 汤姆在2018年出版了《叛逆的王子》 查尔斯王子的权力、激情和蔑视 书本对英国皇室核心成员的描写内容 被形容为毫不留情 追求挖掘秘密的汤姆 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发布了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 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等名人的深度生平故事 不少事件都是前所未闻的 这也就难怪大家会如此关注汤姆的新书了 不知道7月21日出版的《复仇》 梅根·哈里和温莎家族之间的战争 会给人带来多少英国皇室秘密呢? 一本新的《王室传记》称 去年看到梅根没有参加费里普亲王的葬礼时 女王和身边的助理说了一句悄悄话 这句话表达了她对孙媳妇梅根真正的看法 显然当时英国王室内部的关系有点紧张 2021年4月17日 英国王室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丈夫 费里普亲王举行了葬礼 梅根没有亲自出席 不过她的丈夫哈里王子 回到了英国参加了这场葬礼 根据王室专家汤姆·鲍尔的新书 复仇梅根·哈里和温莎之间的战争 在女王参加陪伴她73年的丈夫的葬礼的时候 悲伤的女王对她信任的王室助手说 谢天谢地 梅根没有来 今年3月 哈里王子和梅根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时表示 其中一个王室成员有种族歧视 王室成员对她在英国的困境充而不闻 梅根还称自己甚至想到了自杀 梅根没来参加费里普亲王的葬礼 女王竟然还是喜大鱼杯 难道真的验证了英国王室成员不待见梅根 有种族歧视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女王说出那一番话 不是因为她高兴 而是因为她害怕 了解到梅根在婚前做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会马上站到女王那一边 众所周知梅根非常有朝黑体制 身陷如此尴尬的境地 梅根却马上把一家英国媒体告上了法庭 称是舆论害了她 而不是她自己害了自己 还真不是这么一回事 凯特王妃在嫁入英国王室时初期也很朝黑 那时候她经常被英国媒体批评 有说她攀高知的 有说她婚前不工作 一心只想当王妃 不思进取的 总之 在凯特看来 外界充满了各种让她难以入耳的声音 靠着遵循女王的不抱怨 不解释的原则 她小心使得万年传 过了多年终于被外界认可 在外界看来 梅根嫁入英国王室前有自己的事业 起点要更高 不过她终究也是一个普通人 要靠着嫁入王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是攀龙负凤 所以梅根自然会像凯特一样 受到人们的质疑 她却还是异常高调 结果她经常被英国民众批评 英国王室为了帮助梅根 曾给她提出各种建议 哈利夫妇结婚前 梅根聘请的公关团队还给了她警告 让她一定要保持低调 可是她做了什么 2017年9月 Valety Fair杂志在梅根婚前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她高兴得不能自已 不久后梅根的公关团队告诉了她一些注意事项 比方说让她避免谈论种族 特朗普以及她和哈利的关系等一些敏感话题 王室成员都很低调 公开秀恩爱容易招来更多的关注 梅根被告知不能聊到她和哈利王子的关系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千叮咛万嘱咐还是没有用 梅根在采访中依然是大谈她和哈利的关系 我们是一对 我们很相爱 我确信我们将来会有时间谈到我们的故事 但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些事情让我们如此特别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本人非常喜欢伟大的爱情 梅根的公关团队都感到非常震惊 他们没有料到梅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对英国王室也是如此 等到杂志一面试 王室成员就急了 因为封面上的标题是 他非常爱哈利 王室成员本来期望梅根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事业上 但他却把它放在了感情上 王室成员见到梅根以后 表示对他的这个采访非常不满 梅根被吓坏后 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公关公司 向他们求救 明明是他自己的错 他还对着公关团队发标 称王室成员现在对他非常不满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 他的人品有多糟糕 梅根大谈他和哈利王子的感情 高调的他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外界纷纷认为 梅根是用哈利王子尊贵的身份 来为自己做宣传 英国王室成员后来批评了梅根的公关团队 告诉他们现在的外界 对梅根的评论建立在了梅根之所以能接受这个采访 是因为他是哈利王子的未来妻子 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多优秀之上 很显然如果梅根本人避免高调 那么关于他的负面评论也会少一点 王室成员对他的看法也会更好 但他就是这么有个性 能够把整个工作团队乃至是王室成员的意见不放在眼里 他现在的名声之所以如此糟糕 是他自己造成的 高调的梅根没有出现在费里普亲王的葬礼上 女王在台下大喊谢天谢地 足以看出他有多害怕孙媳妇出现 多么害怕他给英国王室带来麻烦 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吗 谢谢大家